天使长迈克,你握有达到庄严伟大的钥匙 感谢,让爱成为内心最坚强的后盾分享 天使长迈克,你应当成为光的磁性中心 这是那些正在寻求成为世界服务者人最重要的优先顺序 现在,正是你这位星际种子整合着星系终神意识之完整的素质 美德和天赋的时候,为此你已经准备很长的时间了 许多的你准备好要走到前头 并取回你身体载具所能容纳的最大量的造物者之光 你的钻石核心神细胞正在炽热地发光 并从你的气场中放射出来 你的影响力正在迅速地扩大许多人几乎达到了光之频率的最高水准 而仍然停留在地球层面上 神圣的分配已然建立 先进的灵性领袖将以光明的典范生活在群众之中 散播他们的光和智慧,并带来希望,鼓励那些正在努力觉醒 并重新取得神之力量的人在过去 这些大师们会避开群众的视线,并在幕后继续他们的使命 因为那些准备好要回应呼召 并开始进行灵魂觉醒之间难旅程的人是寥寥可数的 我们鼓励你允许第一道神之光的意志力 保护力和积极主动性来鼓舞和激励你 我们请求你散发出第二道神之光的爱 慈悲,光明与智慧 当你纳入第三道神之光的素质,属性和美德时 以你的渴望,在我们父神母神的神圣意志的和谐中成为熟练的共同创造者 以庄严宏伟的第七道光之紫色火焰 加强光照你的存在是智慧重要的看着火焰从你的脚下冉冉升起 让蜕变的神圣之火完全地围绕着你 这会让你在医院中改变能量的品质 要成为一个灵性的磁性中心 这样,来自最高造物主星之和星爱与光的奇妙的礼物 将会透过你而进到这世界之中 请留意,在推与拉的二元性较低维度的环境中 要取得具有力量和神奇转变能力的紫色火焰是有限的 但是,当你达到和谐的振动模式水准时 你可以对准第四次元中断和更高次元 你就可以全然得到神圣紫色火焰的神秘力量 你也会有能力吸引到变幻中造物主意识的金刚粒子 生活在较低次元的限制和混乱中 要从你的中心不断地散发出无条件的爱 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如你所知,造物主生命粒子 必须透过你的无私及爱的意图才得以启动 至爱的,要知道 当你达到每一个更高层次的神之光时 紫色火焰的力量与白色之火 创造粒子的数量的就能为你所使用 并成倍数增加 紫色火焰是由光彩斑斓之蓝色火焰之父神神圣属性 意志、力量、目的 以及光彩斑斓之粉红色火焰之母神神圣属性 爱、慈悲、光明与智慧所组合而成的 这两道光辉璀璨的颜色 创造出灿烂的紫色火焰 也就是送给全人类的我是IAM的力量之一 它必须被唤起才能启动它转化的力量 神圣紫色火焰是纯净的能量 是在光集生命制造物主金刚粒子中不可或缺的组成成分 你应当理解清理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绝大部分不和谐的能量是多么的重要 你应当不断地监测你的能量场 这样你才能整合最大量的光之金刚粒子 并使用变幻中紫色火焰的全部能量 你应当有个相当清晰且凛锐的心智 在你周围没有扭曲的振动模式干扰你的创造 你要寻求清晰、稳定汇聚的造物主能量 必须在你无私和爱的意图之下 启动这创造的能量 你应当强力地送出你的根源思想 纯净地专注在永恒印记的光束之上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大量的宇宙生命力能量及光的金刚粒子 能为你这位星际种子所使用 你们这些人已经达到或兼具第四次元中断或以上的频率 此时你可全然使用共同创造的能力 你有能力在你四周创造出安全的光网 随后会扩展并包含不断扩大之保护性光圈 并进入世界之中 光的金刚粒子包含神奇的处方 可以中和有害的废弃物和有毒化学品 会保护那些与更高之光频率共振的人 当你达到越来越高而进入更精致表达的次元时 你必须更加坚定地锚定在地球上 这对你身体上的福祉是智慧重要的 因为你要学习去平衡及协调你的能量格栅系统 可称为你的气场或为亚当夏娃神人光体 Alum斜线If Kedman Light Body 你会吸引到你所能承受之大量的神性本质 但是,经过整合之后 除了你个人所需之外 你必须将其余的散发出去 进到世界的形式当中 亲爱的,你无法囤积神之光 它就是为了万有的一处所共同实用及分享的 你必须了解 许多人是基于选择或命运使然 选择离开地球并在其他体验的领域中 继续他们灵性的旅程 你无法扮演神 所以永远不要忘了 你要不断地为万有寻求最高益处 我们曾请求你要改变你对死亡的想法 许多人已经知道在地球上的生命 只是在物质界中短暂的存在而已 当你目前地球上的生命来到尽头时 你将返回神医是更高领域的真实存在中 我们绝不会小看失去所爱之人的痛苦及悲伤 然而,一旦你得以看见所有人都能存留到未来的话 希望能帮助你克服失去爱人的伤痛经验 这样,你就能回到中心 并让我们来安慰你了 每个灵魂都要为他们对未来所做的选择感到荣耀 那些在其一身中未能选择光之道徒的人在未来也会选择这样做 请记得我们曾说过,你有被赋予自由意志的礼物 然而,你最终的目标是被保证的 所有的灵魂都会在他斜线他适当的时间回到光中 至爱的,如果你愿意的话 每晚睡觉前,进到你个人光之金字塔中 与你一态的复制品 就是包含你高我下一个层级的振动频率融合在一起 召唤紫色火焰并对着自己说 我仅在此,释放我在过去 现在及未来的任何时相中 所创造出来的一切不和谐能量的原因 核心,记录与记忆,就这样,一切如实 看着紫色火焰从你的脚底冉冉升起 如果你是躺着就从你身体周围燃起 观想紫色火焰在其变化之光中 从你身体形式直到最深的核心将你洗净 以无限的呼吸将紫色火焰向下送进地球内 蕴藏永恒紫色火焰的水晶之血中 看着这神圣之火遍布地球的错综复杂的路径 Labyrinth 最后,向下进到地球星之核心之中 当你召唤紫色火焰 它的光就会从上进入你的能量场 并从你的脚底冉冉上升 形成一股旋风般的生命之光围绕着你 你在寻求一个明确汇集的造物主能量 你应当以你无私及充满爱的意图去启动这创造的能量 你应当送出你的根源思想 坚强与纯洁 并聚焦在永恒印记的光束上 在永恒印记中 一切正面与负面的能量都会从你的太阳能量中心发射出去 最终会以振动回到你身上 我勇敢的人啊 当我们以世界服务者的身份一同往前时 以第一道光的神圣一致及正直 勇气 真实与坚定的力量之品质与美德 来巩固你的灵性灰甲是智慧重要的在宇宙法则允许的范围之内 我是炎耀引领道路并保护你 当世界服务者在宇宙光之委员会的指引之下 我们在一起就绝不失败 我们很高兴与你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